大厅呢,要坐电梯呢 哇,这个五斗啊,都弄得很漂亮 然后一进到他的那个房子里面 一大厅跟一大厅厅厅厅厅厅 而且还会发生那种轮影是不是进得去 豪宅,三分钟的豪宅 这个我们怎么样去 去把人生而平等 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状况 一定不在于他的外在 我记得何兆熙 何兆局长 何局长跟我讲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群人 去八十个人 然后去八十、健行 然后走到一半的 有一个老先生,他说 他刚好有个茅厕 给我甭寿了 他就说你们先走 我跟得上,慢慢走我随后就来 我先去护几个甭寿了 好,大家就往前走 然后他就进去那个茅厕 结果呢,消失了两个小时 消失了两个小时 因为那毛厕不是马桶,只是枯的 枯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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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插那一支扶手 两两斤斤,大家找不到人 而这位阿弥陀他身价数十亿 专业了 你说再怎么样 这个有资产的人 就被一个扶手打败 好载,我们也应该是让他商得一张 最后就是有一些观念,这个大家都懂